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扮演的哥哥 纪凡是一位刑警 阔目不望 身手敏捷 拥有超强的推理逻辑思维能力 深入调查一起棘手的案件时 发现哥哥和父亲卷入其中 三人开始了一场生日 还牵出出了季家背后多年前的那场血海深仇 如此颠覆 诗书罕见 林峰视野的季平是季凡的弟弟 表面上是一位拥有成功事业的绅士老总 但是他那落寞的身影 那隐忍的眼泪 那心中似乎有那天话 却不能说出口 可以看出季平的真实身份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他是一庄格旅的总经理 却又有着极强的反侦察能力 那么 他真的是穷凶极恶的杀人凶手吗 张国立此次也突破自我 一改之前温暖排爸爸的迎拼形象 在剧中扮演的季平山表 面上是一位又有修养 又有爱心的集团老板 剧情往往反转的出人意料 与他和善的眼神 儒雅的微笑相比 那阴狠的眼神 凌厉的表情 可以看出 他善于美妆的面具后面也长得不一般 说不定终极大boss就是他 有吕梁扮演的公安局长 人称老猎狗 看上去很威严 只会调动有度 多年的万安经典 是他能动弃犯罪分子留下的极为细微的线索 能找到突破顽固犯罪分子心理防线的方法 那么 他的经历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也平凡 实则不平凡 剧中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没那么简单 多重身份 关系错综 迷雾重重 你看到的可能并不是真实的 浮出水面的凶手 可能并不是真凶 小燕 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追剧了呢 也平凡对郑凯来说 依依绝对不一样 他不仅有参演 而且这是他首次以出品人的身份 参与影视制作 这不仅是对他演员身份的肯定 也是对他多年努力的一个回报 今年 郑凯的动作还是很频繁的 他主演的国士无双黄飞红 正在某位是热播 抛开大侠人设 郑凯全是有血有兽 有棱 有棱 有脚 一小人物为其点的黄飞红 在生活经历中慢慢成长 后为民族为家国品山而出 据悉 郑凯还参演了由张一蒙导演的电影 于邓超 孙力 郑凯 王千元 胡君 关小彤 吴雷等搭档 并将于九月底播出 让我们期待这个关于提升的故事 期待郑凯的精彩表现 文宇天